先给你们看一个玩具 你们也不是玩具啦 就是游乐场 玩过这个没有 看过吗 玩过 哎 玩过 是来讲一讲它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会有那什么 有一个可能桶子 可是桶子里面会从一个地方来 会来倒水 然后倒的 到一定 一定的多少 这个就会翻 还要翻的时候 就会倒到别人在底下 啊对 那你们就站在底下是吧 哎 那好 那你们也发现了 要倒到一定的水 是吧 它 到了 比如说它刚倒一点点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突然哗下来 然后 那它倒到一半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时候 它是会特别直的时候 观察过没有 就是倒着倒着 它本来应该是斜着的 如果这个 这个桶子是空的 它是这样斜着的 是吧 一点水都没有 但是倒着倒着 比如水倒到一定程度 它会很正 看过那个状态吗 那 那再倒呢 再倒 翻下 对 再倒会翻起来 一般都是 快倒满的时候 积累了一会儿 倒满的时候 翻起来 所以啊 这就是 中国人的一个思想 像这个大玩具 你们现在在游乐场建 其实中国几千年前 就有这个容器 那这个容器告诉人们的道理 就是不能太满 我们现在在游乐场建议中的 比如说 感谢观看